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也算合理 因为毕竟尤达跟全赏接下来都是有个转型的 那全赏的部分又有外部跟Notebook相关的这些单子 所以接下来整体的面板报价还是看复苏啦 只是短线可能稍微偏弱势整理 不过其实他说弱势也没到很弱势 因为他其实这个周围来就是一直在这个季线这上面去做一个整理 所以就持续去做观察就好 那转板的部分还是在这个3037就是APF三雄 3037新兴南电跟景硕身上 因为新兴的部分因为他之前失火 那这个今天早上又有新闻传出来 就是说相关的一些就是要复工可能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所以这个很正常的订单就是转到这个景硕跟南电上面 只是说目前不知道是说 在新兴这部分 他这个受损的产能是APF部分还是BT的部分 而且这两个载板还是分不同的类型 那这个如果是APF载板受损的话 那南电的收益会比较大一点 那如果说BT载板的话 那就景硕的这边收益就会比较大 因为BT载板在景硕这边 他过去的这个营收占比是相对是比较高的 产能也是比较多 那APF载板在景硕部分其实占比在去年其实还相对的低 那今年虽然有扩产 然后但是这个比重还是不如BT带的高 所以整理来说如果说新兴这边确定转单出来是BT载板的话 那景硕这边收益是比较强 会比较强势 那APF就是这个南电 那当然以最近走势来看 其实两档走势都不错 就是但是看起来是景硕稍微强劲一点 至少说他已经突破了大概两三个月以来的这个转线的底部 就是已经站上这个景线 那最近也呈现类似其形这个整理 那那个南电的部分则是还算是不能说弱 因为至少他也站回季线 那只是说他没有跟景硕比起来的话 景硕目前是比较强势一点 那回到大盘应该说 大家昨天都晚上都看到那个美股的很刺激 开盘涨了1500 最后收链涨幅只剩下这个大概4%左右 所以因为昨天就感觉是好像涨到快要熔断了 所以收链涨幅收链到2.9% 那当然说费班跟纳斯达克的下跌 主要因为这看法很简单 就是昨天的资金其实大举是回流 之前的受害股像是航空和零售业 所以整体来说这个电子股 这边是相对反而表现比较疲弱 那当然说昨天这个整体来说费班跟纳斯达克 其实也是开的蛮高 都是开的创新高 那也有跌下来 那短线来说我是觉得这边就观察一下 因为之前我不知道没有在联系里面提到 我就说这个接下来总统大选完结束之后 观察两件事情一个是苏困案通过之后 跟这个疫苗出来之后的这个市场的反应 那其实我要特别听大家就是 因为目前大家就是一个不确定性 选举的不确定性因素已经过去之后 这样大家会比较偏向风险意识下降 那最近黄金也有出现下跌 那如果说苏困案跟疫苗都有过的话 那反而是会把市场的关键去再推到一个高点 那我觉得反而这个时候反而是 可能大家留意一下说是有大家过度乐观的一个状况 因为毕竟 那个 一些名言都有说过嘛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嘛 就市场乐观的时候我悲观 那所以这个部分就提醒大家去做留意 那当然在这个疫苗出来之后 哪些族群是受惠 不过现在讲可能已经太慢了啦 因为最大受惠族群就大概就是航运股啦 就是航空股 应该是航空股 因为以前大家都不能出门 现在都可以出门 所以华航跟长龙航今天是一架涨停 华航跟长龙航今天都是一架涨停 那相关其实反而之前的受害 就是之前的受惠股 像不管是远距啊 诺不可啊 居家健身啊 这一类可能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因为像今天很明显像这个 这因为健身器材 居家健身器材大涨的这个待遇 在昨天叙售新高之后 今天是直接大跌了8% 刚还一度打到跌停 那像远距商机的部分 21区的圆刚 其实我最近也都有提醒过 就是远距族群 最近这边的走势就出现一个状况 就是说 营数持续创新高 可是问题上股价却跌破月限 甚至跌破季限 那今天因为这个疫苗新闻出来 它目前跌幅也有6% 那像在这个 像电竞相关的可能大家也要留意 因为像这个 可能代表比较是电竞相关 就是这个 那个电源供应器的部分 像药月 三五四年药月 最近也是飙涨股嘛 那最近营收也是表现得不错 可是股价也是跌破季限 那在这个疫苗出来之后 这个居家宅经济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我觉得这类个股 可能大家是要稍微留意效果 所以它有持有的话 好这些是在盘面上刚刚老师提到这个商官的注意的个股 不过这次可以看到说这个在三星明年上半年的旗舰机系列传出在1月要发表了 对于说相关的这个台系供应链对于这个布局的部分老师怎么看 那三星的部分其实在这一块 其实IC设计相关还是可以留意啦 只是说整理IC设计最近其实都已经有栽动 不过主要是收位在华为 那华为这部分呢 其实我是觉得说这部分其实是比较偏向是市场一个 这是猜测啦 因为大家知道是拜登是相对于川普亲中 不过他们都是一样甚至还是对中国是比较持一个敌对的态度 所以我觉得最近的华为概念股在涨啊 我是觉得大家可能就是比较偏投机器 因为万一拜登正式上任之后 他还是要对华为就是实施所谓的限制令 或者是放欢的不够松 那我觉得其实对这些华为概念股还是会有一些后续的伤害 那反正最近涨起来反正都是危机 那另外再提一下好了 刚刚有提到疫情的受惠嘛 除了航空股以外 其实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像硕化股 因为整个疫情过去之后 大家的需求出门需求就上升嘛 那油价基本上也有一个上调的一个空间 那昨天油价也是大涨的 所以像今天在全职股的部分 像6505的台硕化 今天就大涨4% 算是涨4% 不过对这个全职股来讲4%已经算很多了 那像这个锯子纤维相关 像这个东联 还有这个中仙 今天有2%的表现 那之前也有提到 像是在这个台聚集团 算是说今天表现可能因为之前涨多 我觉得比较偏向休息 不过我觉得整理来说还是可以留意 好 还有就是今天看到说 在这个观光股的部分呢 也是相当尝试 这个部分老师怎么看 那观光股一样 就是特别是只要跟出国有关的啦 最近应该都会比较强势 因为大家除了讲到的华航 草农航 那目前看涨幅排行榜上面 还有看到这个就是这个4930的颤星网 哎不是不是颤星网 哎这不是那颤星旅哦 不知道这不一样 那个没关系 那个其实还有像餐饮类的啦 就是像2727的网品 其实也是连续出现大涨 那我觉得这一类大家都还是可以去做观察 好 所以这个部分呢 也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了 非常谢谢老师的分析与执照